烏克蘭這邊一個問題呢 又是打飛機的 又是打車子的 好像戰火是沒有辦法停歇 但先前俄羅斯才因為疑似民兵組織 把馬航給打下來 結果這個紛爭延續到現在 感覺好像不了了之 怎麼又傳出來又一架飛機被打下來 這一次是烏克蘭的政府 他們自己宣布 就是他們部隊裡面的米格-29的戰鬥機 真的被打下來 而且這麼好打 一架戰鬥機都可以給夯下來 一定要請教孝偉哥好好說明一下 的確這架烏克蘭空軍的米格-29戰機 其實它本身是用來執行 在盾內刺客附近對民兵發動攻擊的 米格-29戰機 就是要去轟炸人 對 當然是要去轟炸人 所以你看它這個飛機 它其實是俄羅斯第一種所謂的第四代戰機 它的飛機你可以看到它的設計非常特別 它的視野其實並不太好 一個飛行員在座舱裡面 它的周邊視野並不太好 但是這個飛機它的設計非常特別 你看它在地面上滑行的時候 它這個飛機的進氣道是關起來的 然後利用上面另外開個門 在這個地方進氣 它的用意就是要在前線這種 等於說可能不是非常良好的跑道 就能夠起降 那這一次俄羅斯 烏克蘭這架飛機被擊落 我相信應該是被那種所謂雷達導引飛彈擊落的 當然也有可能是那種尖射飛彈 因為一般而言 如果你是這種尖射飛彈的話 戰機通常都不會說完全沒有反應 它至少可以有比較好的 像比如說它可以放熱焰彈 做一些高機的動作 躲掉 但是通常如果你遇上雷達導引的飛彈 對不起 那可能就要躲掉它的機會 連他都這樣子戰鬥機都沒有辦法逃掉 對 然後那個飛行員他彈射逃生了 有逃掉了 對 彈射逃生 然後而且他居然還自己跑回了烏克蘭政府控制的區域 沒事啊 逃掉 大難不死啊 因為你看俄羅斯的這個射擊的飛機 它其實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這個彈射椅都特別的好 它這個彈射椅基本上是一般西方的同等級的 彈射椅的兩倍重 非常重 它可以在各種很奇怪的姿態底下 它都可以彈射成功 像比如說你那個西方的戰機 如果你飛機倒扣過來 又低空的話你不能彈射 因為彈上就是往地上撞 但俄羅斯的彈射椅 一彈射出來之後 它可以偵測 當時它彈射飛行員的那個就是姿態 然後它會做一個火箭修正 像我自己就曾經 我還可以調整就對了 我曾經親眼 1999年在巴黎航空展的時候 看過蘇凱30 NKI 就在我們面前表演那個低空擦地 然後跟墜毀特技 然後那時候飛機已經是扣成這個樣子 然後它彈射椅彈出來之後 馬上往上就做修正 對這個是俄羅斯它非常厲害的地方 所以它那時候 它那個飛機就慘到極弱了 那它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飛機的視野其實非常不好 但是它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飛行員可能看不清楚 飛彈來的意思 倒不是 就是說它真正在執行作戰的時候 你看像以這種第四代戰機來講 它其實是俄羅斯第一種 那個第四代戰機 你說美國這種第四代戰機 第一個F-16 大家都馬上想要F-16 F-16你坐在那個座舱中 它那個飛機 等於是你坐在飛機上最高的地方 你前後左右看都看不到東西 四周看 看不到下面 所以它那個視野非常好 但這個就比較差了 然後但是它還是有非常強大的 空對地的打擊能力 另外這個米格29這個飛機 其實說真的 它雖然說構造簡單 但它非常的堅固 而且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什麼特點 它的黑煙非常的濃密 什麼叫黑煙很濃密 就是它這個RD-33發動機對不對 它那個飛機排放黑煙的問題很嚴重 你說排氣的問題 也像烏賊車那樣的道理 對 它根本就是烏賊機 烏賊戰機 第四代的戰機還做成烏賊機 對啊 所以你說 那個飛行員遠遠的 就看阿米格29在那邊 那個改不了 改不了 就是它飛一定就會有黑煙 對 所以它這個地方是 這個飛行員所詬病的 好